经过努力,王建席能认并且能写大部分的常用字,但是在工作中还是有些字不会写,王建席也有自己的办法解决。 这是当年王建席用过的笔记本,这上面有一些特殊的文字。 1961年,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于秋李, 赠给钻井战线全体职工的一副银帘。 上面是高质量保安全,勇夺全国标杆。 下连是创奇迹超功勋,试夺世界冠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建席有感而发。 在当年的赛师会前夕写下了世界冠军要咱当这首诗。 演叠军 从玉门到大庆 王晋喜为中国的石油事业付出了一生 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上 他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 共产党人的楷模 一位为国家分忧解难 为民族争光争气 顶天立地的英雄 1970年 王晋喜在阔别家乡多年后 第一次回到玉门 参加石油现场会 突发重病 住进了北京的解放军301医院 经检查 王晋喜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1970年11月15号 23点42分 铁人王晋喜逝世 中年47岁 他的遗体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寓 铁人是个英雄 值得记忆 铁人精神值得学习 周恩来总理这样批示 铁人在世的时候 拼尽全力开采的大油田 催生了大庆 铁人离世后 依然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是整个城市立身的支柱之一 王晋喜和他的铁人称号 成为不朽 成为不朽的 还有一个成就不朽的地方 大庆 大庆 是一个阴影